嗨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要做的就是 不用盆沙不用浇水也能做出来史莱姆 到底能不能够用鸡蛋来做史莱姆呢 这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就进入影片吧 首先要做的就是 无盆沙无浇水的透明史莱姆 就是这个Rivine的牌子 然后呢我们就挤入一点点吧 好美的颜色啊 现在呢我们要加入一些水 一点就好 因为水很贵哦没有 又到了我们最爱的搅拌时间了 搅拌两个小时 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呢 对啦就这档次给你看有多好看啦 又到了怀疑人生的时间了 猜猜我在做什么 现在呢我们就要放进冰箱里面45分钟再看结果 可是呢我不小心睡着了 所以我等了24个小时再拿出来 漫长的等待后我们快点开来看看吧 很明显的是完全不成功 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质地 所以呢这个实验是失败的 这个实验呢我们需要一个搅拌棒还有容器 呃我应该是在展示搅拌棒吧 我不知道 之后呢就用这个leaf boil 我不知道怎么读这个字 现在就慢慢把洗手液倒进容器中吧 好好享受 之后呢 之后就要把倒出来的洗手液擦一擦 然后呢再放入一点盐 一点就好了 真的 不然那个史莱姆是不会成型的 呃自己体会吧 之后呢就有开始变粘稠了 我特地放大给你看的是不是很细心呢 哇最喜欢就是搅拌时间了 这个史莱姆是跟上一个史莱姆一起放进冰箱了 之后我们就开盖吧 呃他没有成型 抱歉 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人 记得留言在下面呢 因为我不知道 这实验呢我们需要一个鸡蛋 对你没有看错是鸡蛋 我真可爱 我没有下厨过所以我不会开鸡蛋 整个手都是蛋液 真爽 呃我在想怎么把蛋黄和蛋白分开 我到底能不能成功把蛋黄移植呢 可以的可以的 现在呢我们只有完美的蛋黄 和完美的蛋白了 这蛋黄 真黄 我是蛋白 我是活泼的蛋黄 首先呢我们要在蛋黄里面加入 leaf boil 我还是不会读 呃就加入一点吧 这颜色好美啊 现在呢我们就放进冰箱45分钟吧 放进冰箱后它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质地 它是那种 有点像slime 可是又没有完全到slime的样子 现在拿出刚刚的蛋黄 还有T恤泡 也是不会读的名字 现在就把T恤泡碰进蛋黄里面 你们看到吗 我在乎吗 T恤泡你喜欢加多少就加多少 我不在乎 呃纯粹觉得它很疗愈啦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搅拌了 没有比搅拌更得我心的东西了 我还在搅拌 之后呢再加入一些洗手液再搅拌 你问我为什么要加入洗手液吗 一开始呢我动的时候我以为它成型了 然后全部蛋黄汁都在我手上 之后我的镜头就突然间倒下来了 呃之后我还在搅拌 然后我还希望它会成型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 之后呢我们需要一个容器 还有这种黑色的面膜 漂亮吧 踩在你壁子上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欢迎来到面膜不用钱系列 你们看到我在做什么吗 我不在乎 呃 我们可以好好欣赏这东西有多疗愈吗 呃 之后就要加入这个超级丑的绿色色素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入 之后要剪开两百年都剪不开的风口 然后把色素倒进完全什么颜色都看不到的面膜里面 然后关盖 呃呃呃呃 哇好像大便的形状哦 然后把一切超丑的东西都搅拌起来吧 最后呢就加入清心机 呃对 剪刀是白美的 之后呢就加入 Aerwake 哦 这是我唯一能读的牌子 对没有错 是玫瑰口味的 之后呢 哦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是要去逃难了吗 之后呢就重复的搅拌 搅拌 搅拌 然后加入清心机 然后再搅拌 清心机搅拌 清心机搅拌 清心机 哦哦 之后呢 它还没有完全成型 可是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动它了 好 真聪明 之后呢 它是非常好拉伸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拉很大 可是一下子就破洞了 哦 哦 然后非常神奇的在我一直敲打敲打敲打之下 它最后是新型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此结束咯 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 并且分享出去 还有记得 追踪我的instagram 可以看到更多史莱姆影片 最重要是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